接连着这样子的观想,然后去念诵咒语,称为静修。 之所以称为静的原因是因为它使我们跟本尊的距离更加的拉近。 第三个阶段是咒慢转绕得非常的迅速,乃至于你根本看不到它之间的间隙,它成为一个连续的状态,就好像飞机飞了那么样子的快,咒慢不断的旋绕。 快速的旋绕而持走,称为修,修持得修。 第四个阶段是除了咒慢的转绕之外,咒慢还放出光芒,供养祝福,饶益友情终身,行持密宗事业。 这个观想叫做大修,透过念修四肢的阶段可以使我们的心不断的稳固, 不断的更趋稳定。如果能够借持咒令内心稳定的话,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就能够一一,一当我们死亡进入到中阴阶段当中,一旦意念起咒语的自信,马上就会在暴胜季节当中成就的。 所以如果心是契合菩提心的,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持走,将来一定能够现前清净刹土,在清净刹土当中获得解脱。 因为本来暴胜佛,他的无尽的佛刹就是遍一些虚空处的,但是我们要懂得他之所以有理有据,他的原因何在,我们要懂得如何修持的方法。 那么如果真的能够懂得这些持咒的方法的话,长期以持咒来令我们的心稳定,那么我们也能够在各种境界各种情况之下,都献起本尊的像,用密咒的修持来面对人生的各种处境,乃至于在死亡进入到中阴阶段的时候,如果能够一持密咒, 借由新的稳定的功夫,一持密咒的话,一定能够陷起如同彩虹一般的暴生境界。 那在这个境界当中,获得解脱是百分之百没有任何需要怀疑的,能够对于如此密咒的功德有所认识的话,应该对诸位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刚刚稍微提了一下,我们稍微谈一下英文的翻译。 我们再次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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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把我 多借 多坤借 多坤借 共享 定知 基督受 为了要领受义的随时的领教 在附诵下面的祈祷文 持金刚者垂念我 持金刚者垂念我 我未饶异众生故 拥护金刚阿舍离 令神 圣心 等持定 对吧 我说 我认为是 认为是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 还能接受 那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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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立场上了一些调整比普通的时间 一本会我们来说到一方面当好 我们中心的调整的调整里面 我们不说一会自己的调整 我们不说这个调整是正面 我们的调整的调整 我们从我们发挤一个调整的与貌 去上爹的当兵人都在和他们来的 然后这才是在南方都和南方都承认 在这有什么武器没有 这不是准备的 南方都在南方都在哪有 里面的以前是一样的 社長所為那些 kg咱們輌 讚贏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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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把 Oil 我说得比较说明,我说不定。 我说得比较,比较理論。 所以我说得比较大, 我说得需要说明禺。 我说得比较,比较大。 我说得比较,比较低肢。 哇 刚刚齐寝的时候讲到 永赴金刚阿瑟黎 令生圣心等持定 圣心指的是最圣的心 也就是超越心的境界的智慧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什么叫做金刚阿瑟黎 他为什么是永赴 我们称上三位金刚阿瑟黎 他之所以称为永赴的原因是因为 他怎么样的勇敢呢 因为他了悟了新的实相 是不生不灭的自信 所以他毫无畏惧 因此称他叫做永赴 由于新的实相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哪怕整个世界都崩坏了 新的如如本性 不生不灭的本性 仍然不会有任何的动靠 而永赴阿瑟黎 金刚阿瑟黎上师 他已经证悟到新的如此实相 所以他对于一切事物 没有任何的畏惧 他通达身是如同衣服一样 是可以替换的 可以改变的 但是新的不生不灭的自信 是不会有任何的消亡 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的 透过实修 我们能够真正像是阿瑟黎一样 了知新的实相 这样子的了知就称为等持 就是定 所以他说愿生圣心等持定 就是希望能够生起这样的 对实相智慧的了物 那么这样的了物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真正了解自己的心 就是法身 没有任何的怀疑 而我们的心的现代状态 在不清静的状态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属于心事的范围 只要是心事的范围的话 就是献起轮回的相对世界的相 由于它会心静 它有盖杖染污的缘故 如果这样子盖杖染污移除了 被净化掉的话 那么心的本性 实际上就是智慧性的 我们说它叫做智慧性 也称为它叫做最圣心 这个最圣的心 实际上就是超越 心事范围的智慧 所以它是离心的智慧 怎么样离心的智慧呢 这是非二元的智慧 非二元的意思就是 没有能取所取 没有实有的执着 没有对立的执着 一切轮回跟涅槃的相 在无有相的执着 无有恶趣的执着 没有对立执着的情况之下 一切轮回涅槃万象 就像是镜中的影像一样 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 但是它又不遮障任何的展现 虽然它没有任何的执着 同时又不遮障任何的展现 比方说冰块它消融到水 消融到大海的水的本体当中 虽然这个冰块的水跟大海的水 它可以被分类 一个是冰块水 一个是大海的水 可是在本性上 它是完全一样的 像认识到完全一样的本性 我们就称它是没有执着的境界 那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像这样子的无恶性的 面对色的时候 色的无恶是显空无别 显空不二 面对声音的时候 深的无恶是显空无别 显空不二 心的无恶是明空双运 明空无恶 透过禅修 我们晓得新的本性是理像的 是理真实执着的 也就是所谓的见闻觉知皆为 本尊密咒跟法身有武 也就是所见的一切像为 显空不二的本尊神 所闻的一切声音 为显空不二的咒语的自信 然后觉知到的一切念头 实际上都是本来智慧的游戏化现 这个就是真正新的实相本性 这些音乐是显空不二的咒语的 他们从一个人 以后开始 说 这些人 从哪个人来说 但是,妳知道的時候 那你們就一個偷偷的 到臉到壺乎了 所以我以前在那裡 在特地位 已經在那裡 然後,那天 都在那裡 咬咀嚐 那你們要 那你們是 那兒 人啊 時 , 因为所有人都去赴建议 都不买 以 places人家在威尔华中学了 他们说在教育中学校和一位男人 是在学校和学校 学校和一位女子银学校 你学校在学校 学校和一位男人 学校和一位女子和一位女子 学校和一位女子家 他们又说一位女子的学校 不买的心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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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和一位女子 就是想呀 先不想想明白 些人就要考慮了 那就是想像这种人的 广告是想这种人的 这种人 也是有一个肉的 这种人的姿务 我只是想先冒过去 那些人是要的 甚至乎这种人的 我可以冒费 但是我以为 冒费的冒费 有些人在不 Powder轻转的硬盘 但它根据不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些手上然后 在这些地方 我觉得这些人就能搞得了 这吧 那你会不会有帮助 拿下半叶子 Baum下半叶子 那你会没有 对于这样的地方 那我认为 那么创业转的地方 就是用頭去车一段起才的 心情喜喜喜Не忘了 在那裡一件好好的 多久了 有些人追蹤他 有些人去承拆 那裡 比我還要不做的 不乎我 有些人去也是 在易水许的时候 应该要想的是虚空的本尊 他的自信实际上 从法身的层面来说是犹如虚空的 而如同虚空的法身自然而然献起周遍一切 如同彩虹一般的暴身 而他的三密功德分别化现成不同的像 佛身的功德画出佛身像 佛语功德画出咒语等文字像 佛译的功德画出法器像 这些像大大小小形象各异 有的大如虚弥山 有的像是小的像是芥菜的种子 纷纷如同满陀大雨或者是暴风雪一般降临融入 细世间山和大地以及内在的有情众生 如此的观想 使得自己各自的身口意三门 都成为本尊观世音菩萨 独同彩虹一般的暴身自信 也就是他并非血肉的有违法的身 而是亲近自信的暴身 这是从观想方面来讲的易随许 但真正的易随许实际上是内观自己的新的本性 也就是不落过去现在未来三十分别 去朗朗召见新的清净层面的明了性 那个决了性就是真正的易随许 我们现在认为需要领受观点 真正领受观点就是为了让心能够获得自在 所谓的心获得自在就是要真正想得心事 这个觉知它的本性到底是如何 要表知心事觉知的本性是如何 必须要从已经灭的过去念 和未生的未来灭中间 也就是过去念已灭,未来灭